您好 您现在正在关注到的是由统一冰红茶举办着酷玩滑板潮趴新疆战的活动现场 今天呢我们在新疆红山取回里面的是人山人海的 感觉非常的棒 没想到呢在新疆喜欢滑板的人生如此的之多 那么接下来就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去看一下吧 酷玩滑板潮趴是统一冰红茶举办的一场新滑板比赛 明星炫酷滑板表演以及乐队 热舞 调酒 无央等精彩表演为一体的活动 主要通过精彩分层的滑板表演 纷纷多彩的滑板体验活动 以及活力四射的音乐表演 拉近大众与极限运动的距离 是一个完全属于年轻人的狂欢趴的 统一冰红茶这一次在全国主办了一系列的酷玩滑板潮趴 那么这个酷玩滑板潮趴呢 是统一冰红茶在2012年最大的一个全国盛世 那这个活动的目的呢 其实我们是鼓励年轻人要尽情释放他的年轻无极线 那这次的主题呢 滑板元素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这个滑板的精神 事实上跟统一年轻无极线的精神可以说是不谋而合 怎么说呢 因为滑板在国内虽然还不是很实心 但是呢 其实整个滑板的文化已经在进到我们内陆也很久的一段时间了 那我们可以看到今天活动现场很多的滑手 他都有很美的一个姿势 可是要知道每一次很成功的背后 代表的可能是他千百次的摔跤 那这种进行自我 不怕艰难的精神 我觉得跟统一冰红茶的品牌主张年轻人提前是不谋而合的 所以我们把这次的酷丸滑板的超趴当成是统一冰红茶年轻无极线的一个品牌的演绎 I've put my trust in you pushed as far as I can go for all this there's only one thing you should know I tried so hard and got so far but in the end it doesn't even matter 那么现在在我旁边的Jerry呢是皮胎同学 那么他今天也是获得了酷丸滑板超趴的两个冠军啊对不对 那玩滑板多久了 第七年 第七年了 那你从多大开始 初三十十三岁 十三岁那你现在二十岁了对不对 那玩这个有没有受过一些伤 因为刚才我看你们玩的时候有很多朋友都受伤了 很多次大部分腿上什么的大人都伤了 那玩这个滑板也需要一定的勇气对不对 那恭喜你今天获得了两个冠军 恭喜你好